俄乌冲突以来 芬兰与邻国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而芬兰9月2日宣布的一项新提案 可能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当地时间9月2日宣布 他们正计划禁止大多数俄罗斯人在该国购置房产 以保护国家安全 根据芬兰国防部网站上的一份声明 拟议中的禁令将适用于欧盟认定 其国及国侵犯另一国领土完整 主权和独立的人 或者其国及国可能对芬兰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 被俄罗斯人拥有的或被影响的人和实体 也可能受此禁令约束 不过双重国籍公民 或在欧盟国家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俄罗斯公民 不包含在此项禁令内 海凯宁在发布会上表示 这项提案旨在防止潜在敌对势力影响芬兰国家安全 他还称提案中不会明确点名俄罗斯 但他觊觎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以及对该国这一行为的评估 据今日俄罗斯9月2日报道 这项提案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提交议会审议 海凯宁称 芬兰已经在监控约3500处 与俄罗斯业主有关的房产 但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芬兰对俄罗斯人在当地购置房产 一直都有限制 但近年来限制进一步缩紧 趋向于全面禁止 去年10月芬兰阻止了三笔与俄罗斯业主有关的交易 今年1月又阻止了三笔交易 当时俄罗斯塔斯社就透露消息称 芬兰正在寻找相关法律依据 已实现在今年春季全面禁止俄罗斯公民购买房地产 美国彭博社9月2日报道称 多年来芬兰报告了多起与俄罗斯业主有关的可疑财产 包括一些带有直升机停机停的防御工事 俄罗斯人名下的持续亏损却一直在运营的酒店 以及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房产 芬兰总理蒂德里奥尔波6月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这些俄罗斯财产的风险在于可能被用于某些破坏行为 或可能用作某些更大规模行动的桥头榜 今日俄罗斯指出 芬兰国防部912日的声明采取了比之前更严厉的措辞 承认何向俄罗斯人出售房产的行为都是对芬兰经济、基础设施、企业和安全的威胁 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 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 2023年4月 芬兰放弃中立 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并立马领取北约在俄罗斯与芬兰边境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关闭与俄罗斯的边境口岸